基隆市艾四路夜市 范围从仁一路到仁三路段中间的艾四路摊商 一共有174摊 平常日晚上才封街营业 范围是庙口夜市的两倍大 艾四路夜市的摊贩管理委员会 每年都会申请全天24小时营业 来造福游客 这也是基隆过年的一项传统特色 它的传统大概有三十几年了 只是因为以前政府没有立案钱是查不到的 那从89年开始我们有成立官委会 甚至正式向政府立案的时候 那时候就一直都有申请这个 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因为是游客的需求吗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夜市它就是傍晚才出摊 所以导致很多民众是中午他就休假 他没有地方可以采买什么的 加上大部分半年货都会往街上走 那夜市所谓就是基隆人所称的街上 我们都会说去买东西 去买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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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会往街上走 可是因为毕竟庙口就短短的一小条 那我们夜市是它的两倍长 所以你如果少了这些逛起来就比较没有过年的feel 所以就特地跟政府申请 看是不是只有过年这段期间 因为毕竟其他各行各业都在休息 比较不会影响到交通的情况下 让我们也可以一起跟民众这样子过个快乐的好年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就不收了 所以对对我们不收摊 那以前经济比较好的情况下还有三班次 然后因为近几年是半夜 大概只有小猫两三只 所以基本上现在出摊的摊判 比较不是那么多 大多都会从11点多 还是开始准备中午这一部分 所以以前是半夜 真的有24小时轮班的 我就轮过大夜班 我国中的时候国小 所以这跟景气也有关系 是景气好的时候跟24小时 当然当然 爱四路夜市的营业包括吃和玩乐 有美食 生活百货 小吃 而除了海鲜文明之外 更汇集了各式的传统美食 是基隆庙口夜市之外的 另外一个小吃热搜区 欢迎民众多多来这边消费 活络在地的商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采访报道